由於我在印華系還有華爾文教學中英服務 其實我們的工作要跟全世界各地的學生接觸 那全世界各地的學生在看影片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提升他的專注力 所以在互動上面會非常非常少 復合教學對我來說最大的好處是 我完全不用改變上課的模式 我平常怎麼上課 我在復合教學教室通通都是用一樣的方法 直接面對追焦攝影機 直接在大屏上面寫字 他打破了距離以及空間的限制 以我的教室來說 我的教室只能容納30個學生 但是同時之間可以擠進上百位 來自於全世界各地 包含同步包含直播的學生 遠距教學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然學生沒有辦法專心 可是在MyViewBoard裡面 有一些功能可以增加學生的專注度 在你的答案上面寫A或B或C 寫完了之後請來下課 例如爸爸 同步的這種隨堂測驗 那這種隨堂測驗呢 如果老師需要學生回答 只要讓學生掃描QR Code 這個是在MyViewBoard上面增加學生互動了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I think there is no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a classroom and a distance learning I still can contact my teacher immediately and can access to all my lessons and review them 復合教室有個最大的特色 老師眼睛前面正前方有兩個大螢幕 一邊是老師的投影片內容 也就是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可以不用頻頻回頭看自己的電子白板 他可以直接看前面就曉得 現在的教材到底講到什麼樣的進度 還有一個大螢幕上頭是所有學生的頭像 這點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我可以知道它的專注度如何 在我自己教育部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裡頭 我們可以發現 學生開著視訊鏡頭被老師看到的時候 他的專注度是比較高的 他的專注度是比較高的 I still can have access to group meetings with all my classmates just like in a real classroom 透過viewboard跟myviewboard 這樣的結合可以讓老師在課堂上更加的輕鬆容易 我們晚上練習請問 上面 I don't really feel that I'm learning online I feel like I'm really part of the class 我知道 然後我看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過우 I love you Sergeant